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年龄 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是贫穷还是富裕 这个都不妨碍我们追逐自己心中的梦想 也希望大家看到这个 能够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坚持下去 今天晚上的主题是 因热爱有我们身边的这个这堂火花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会根据热爱来收集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最近最热爱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热爱的事就是在家待着 然后可以从事一些户内的活动 听说在微博上是说在沙发上都做出坑了 是在看书吗还是在干嘛 看书看电视 主要我坐沙发的位置比较固定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 那最近最热爱的一首单曲是什么 当然就是这一首啊 好的OK那第三个问题 最热爱的科研师的单品是什么 我有好几个可以说好几个 都可以OK 我喜欢那个金斩花水 金斩花水 大家好像都是都真爱粉 对还有那个高宝石霜和白泥面膜 OK很棒 那科研师最让你热爱的一点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他首先当然是产品质量 确实很有专业度 然后他还有一些慈善的工艺项目 工艺慈善的一些项目 他很注重环保 这个希望就是之后跟宝宝有机会 在这些项目上进行更深度的做 好不好好不好 OK那同时的话 这种精神啊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最后的话 因为今天晚上是个非常特别的 是我们科研师170周年的这样 庆典也是生日 有没有什么送一句生日祝福 给科研师好不好 科研师你好 科研师 祝科研师170周年生日快乐 然后越来越好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的谢谢毛帽 太棒了 很暖心哦 然后同学们要再次感谢毛帽 在我们今天的舞台上 为大家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